还不够吗 你们一个小时可快到了 看这意思是不好出饼 这多少十一站 你看这么大一桶 四叔 现在全倒进去了吗 没有 还剩个底了 就都倒进去吧 就这么大一桶呢 我这儿还有面呢 可以借你们面 倒吧 二哥 我这留张饼帮我盯着点 好嘞 师叔 怎么借法 咱们商量商量 咱哥俩认识十几年了 你可以借我一张 然后还我两张 可以啊 行吗 行吗 这名就往上 我那就上来了 一倒一堤也对 一会儿你再来一下 把你拱到第一个去 那我借两张可以吗 借两张 你都借走才好呢 我省得我溜达了 我也借这个 签字 倒吧 不行了 诶 鸾哥 你们借的饼借的面啊 借饼啊 哥 那我也借两张 你借两张你得还六张 别 我也四张 咱哥俩感情没有像我们哥俩感情 那么深厚 对不对 那不不不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借两张还五张行吗 哥 借两张还五张啊 您说六张 您得给个 给个抬金 五张 抬金 给你了兄弟 借两张还五张 我要说四张了 哥 四张 四张就给不了 四张 四张 你这样 你夸我十句 夸十句 对 岳哥的相声说得好 这是实话啊 我春节上三下玩 在当地这个小渔村里 村民都在看您春晚的相声 走那一趟街全是我还给您发微信来 二一个呢 岳哥成熟 岳哥稳重 岳哥歌唱得比我好 头一气离我说岳哥长得一般 这是错误的 我已经深刻意识岳哥长得还精神 岳哥漏于助人 关爱师兄弟 好几天之前那会儿岳哥经常带着兄弟们出去吃饭 演出挣钱 岳哥带着我们兜地主 岳哥这样那样 这样那样也算是吧 不是 行行行 我说了 岳哥 啥开了 两张饼 花花 还四张 接二环子 谢谢岳哥 好好玩啊 岳老师 我带点面行吗 借面啊 对 借多少 你有多少 我有 我有二十斤 二十斤我还你 借二十斤还八斤 怎么到我这儿这么黑呢 咱们感情没那么深 一口闷嘛 你夸 赶紧夸 这样 你说岳哥十个缺点 都不用还 十个是吧 你还记得你请我上班下吃饺子吗 你还记得你请我喝酒吗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开车 是谁陪你上的高速吗 这些你都忘了吗 第一次合租是跟谁 第一次点外卖是跟谁 第一次看房 咱们俩人看的电视你都忘了吗 对 我都记得了 对啊 我们感情原来那么深过 别原来 稍微见面 好 我不见饼 我见面 对 说我赶紧离开这儿了 你别 你别 那我跟你走 你借我点面 走 走 走 咱俩走 咱俩先上来上去 这个里边这个奖先拿出来 什么奖 他这个我没确定 因为我们第一步来 没确定里边到底倒多少面才会出饼 但是我们已经扔了 这就不能回头了这个事 现在摸面积 万一别人来了随便倒点把我们名字顶没了 他们要出饼 我头上那面全是白扔的 对啊 所以才从你这儿先带点 这样 他肯定用的面多 你这儿多少面啊 我这二斤 二斤我还你一张饼 二 我四两就做一张饼 是吧 二斤呢你这是 我一直二两 二斤 我接一斤 你这不一定出得来 不是 真的 真的不能白扔 要不他俩人 你现在他俩人一借带吧 猎头中心开张了啊 一张大饼即可兑换一名故宫 一个大饼 我就没有饼了 找 找于老师 四 你给我当小弟 帮我 帮我鸡的事 好好好 我给你当小弟 就给半斤面 一两吧 一两少点 我们先去于大爷那儿玩会儿 我说咱既然借了两张饼 咱既然借的饼有意义 那怎么有意义呢 比如说刚才于大爷说他还在别的地儿 我们现在就俗人们帮我们磨面 来人哪 师傅 师傅 都在这儿呢 师傅 哎哟 这都压得五星山底的 嘿 猪头市场 猎头市场 猎头市场 您快坐那儿吧 恭喜 恭喜 这个 您这买卖开张了 喝 买卖活着呢 我来看看您来 有水果啊 我还给您带了块 带了块冰烯过来呢 特别好啊 来自己吃 四哥 鸾哥 缺人吧 快来吧 是 一个饼可以 对 你给我一个饼 你就可以带它走 但是你们的交易 你们自己谈 我们跟你讲什么条件 我们就这样了 只要他怎么带出去就行 不是 你等会儿你来 我没有饼 顾人拉磨去 对 顾人拉磨去 那顾人不给他拉怎么办呀 这不就是江湖一起 他们在这儿撅着也够难受的 我愿意 我愿意 都愿意走 都愿意 都愿意走 你们知道我们找你们干嘛 不知道走就行 拉磨也成 要是从干活的角度 还得是饼哥 饼哥有劲啊 还是熟这劲儿大的吧 对行 先把那瓶熟来吧 各位老师 我们熟那劲儿大的 这给谁 这给我 哎 你瞧 这不是又咱制下来了吗 好了 沙门可以出去了 还有你们上来熟谁啊 你挑一个呗 我劲儿大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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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熟一王九龙 你为什么要熟王九龙 因为他刚才喊的声儿最大 谢谢 我都熟了 而且我们拉过来 他平常你喊小四 不能 其实我都喊四爷 四爷 你喊四爷 你喊四爷 等会儿等会儿 你喊四爷才比我大一分 四哥 你等着再过五百年 唐僧来你再出来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您四叔 四叔您好 多了 哎 王九龙 这是我曹老四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让你给我坑里了 我熟严了一碗 来 别来这套 这碗不能过来 我可以熟一个人 谁能夸师父夸到 夸到花儿来 夸到 夸到 夸到师父想吐 那我们要这饼也没什么用了 我说 师父是我见过最有学问的人 而且师父每天都在书房 看书看一天 一天能看好多本书 这话我说他说 师父您怎么能原谅他 从力气活上来说 王九龙是最合适的 对 他刚才犯了一些小错误 错了之后也需要给人孩子一机会 他只有一个方法能原谅他 您说 他下来你上去 我不要的 我换一个 我换一个 谢谢曹同志 我们有大饼了就够屎了 老师我倒建议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觉得小孟可以试一试 小孟啊 小孟可以 换孟了他 下下下下下 小孟可以下来了 后边给小孟松绑 拿饼来拿饼来 给我吧给我吧 咱们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刚才朋友挺高兴的 干 师父您这一天书真没白读 怎么样 一天 回家 张老师 所有不行了 你那问题发生在夸事务上 你是最没戏的 哎 张老师 完了大爷 我看你他俩我心都碎了 就不想要的俩人都在这呢 对啊 对啊 想要的都在外边呢 欠我饼的怎么都在这呢 我外边飘着帐了 所以我不能出去 你这躲占来了是吗 他也躲占了 我们俩都是 你们俩往这儿也躺多数的 对啊 玩了个寂寞 手里全是白条 我一开始大寨主子 后来我最虽 这是你三才童子 哈哈哈哈 鸾哥 哎 您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呦 回来了 回来了 你带着饼了吗 我 没有饼了 哎 你欠我四张呢 我晚上还给你不是吗 是不是这么说的 晚上那个 对啊 哦 你七点啊 是 嗯 现在有两箱子投球 有一个箱子里边全是我的球 你球是怎么拿的 拿饼换的 你的饼为什么不先不还我呢 你说晚上还呢 我现在想还给你 我一看不到晚上呢 但是他现在一个饼都没有了 你明白我那意思了吗 不是 这什么霸王条款 这是一个 兄弟 谁的糊涂车子 你糊涂车子 换球是最终目的 哪要拿球换饼的呀 啊 里里外外 我是傻的 兄弟 我还不是不还的人 我会还给你 你可不能到了晚上 你找一餐厂 你买几张饼还我 那可不行 弟弟 我不是那人 哎 救命啊 哎呦 哎呦 我看 郭老师要来了 师哥您辛苦啊 您辛苦啊 就拿着合同来的 这倒点了啊 这个 你这账还没算呢吧 你忘记茬了吧 啊 有个事啊 我跟你们说一声啊 您说 云鹏 哎 我这有一个 别走 别走 云鹏我不走 我不走 你别还回来 我不走 把他弄回来 哎 黑衣人呢 哎 快去 哎 这都又一个啊 你要这二货就救不了你了 哈哈哈 这事是这样的啊 我要介绍一下啊 他昨天从您那拿了十斤麦子 对 对吧 对 我们俩签的合同在上面白纸黑字啊 各位都看一看啊 千年的文字会说话 云鹏在上面签的 今天他需要还给我 折合成饼应该是三十张 哈哈哈 如果没有三十张饼的话 他就会摆成这个样子啊 哈哈哈 完了 这些玩的歇碎 哈哈哈 对队队哥好点 好 哎 有一天你要摊床上了 我就这么伺候你 好不好 哈哈哈 哎呦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 你是要熟他们来了吗 我来熟俩人啊 嗯 兄弟 哎呦 还我哥哥呢 你队哥差了四十多张饼 你熟吧 哥您跟这呆着吧挺好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熟四哥 这个熟小四是吧 坏 坏给我放一下 这个熟小黑 我活了 哎 把小黑快给我救下来 孩子在那我看着都心疼的 哈 对 花钱了 该在墙上挂着 在墙上挂着啊 跟月哥找点纸擦的眼泪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拨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哎 岳哥 我们来救岳哥了 一大爷 已经走了 余老师走了 师傅也下班了 师傅也下班了 那边全结束了 这趴结束了 您还趴着干什么呢 愚蠢不愚蠢 多大个咖 被人节目组玩成这样 还趴着干什么 都下班了 人都回家吃饭了哥 否则 要饿吗 我给您放这吧 要不 要不搁这给您吃 行吗 哎 侮辱性极庭 哈哈哈